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预计将在不久之后创出新高 果然澳洲股市在上周五的时候通过上涨了0.8% 顺利的实现了自2007年以来的历史最高价格 那么截止上周五收盘的时候 澳洲股市是6900大约是47点左右 上涨幅度为0.8% 这一价格也终于突破了2007年以来的高点 那么相比它的大表哥 美国早在四年之前就已经创出历史新高 而且是年年在创新高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就是由于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经济和中国的密切 中国的联系比较密切 因此中国的GDP特别是经济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处于缓慢回调状态 因此受此影响 澳洲的经济和股市也和中国的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 好了再看一下这个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整体来说是轻微下跌 上阵指数保持在3090点 深圳则10880点左右 欧美方面轻微下跌 跌幅大约是在0.1%到0.4%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从美国和伊朗没有继续动手开始回调 目前报价1560美元 而石油价格也同样 从63美元回调4美元 报价现在是59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就是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非常幸运的是 美国和伊朗没有继续开战 很多人都说是美国担心伊朗封锁了海峡 就是石油运输通道 使得油价暴涨 所以他并没有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 那么这个理由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完全的不成立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 咱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与时俱进 我今天跟大家简单来普及一下 美国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他的思维 还停留在90年代初海湾战争初期 美国打伊拉克打萨达姆是为了石油 扶植以色列对抗其他国家也是为了石油 美国和沙特关系好也是为了石油 反正在中东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石油 这个想法现在大家可以直接把它扔掉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的是 美国在2018年也就是两年前 就已经是全球石油生产国排名前三 大家可能想美国生产石油还出口 对 就是从五六年前美国大规模推广页岩油开始 在2018年曾经有三个月 美国的产量超过了沙特 成为全世界最多没有之一 以全年的产量来排 美国的石油出口量也排在世界前三 换句话就是 现在它的油自己都用不完 还往外卖 你说它会害怕伊朗封锁石油运输口吗 如果开战油价飙涨 谁获利最大 伊朗目前是石油禁运 因此获利最大的就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那么美国就是获利最大方之一 那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没有继续打呢 其实我们一定要看清这个事物的本质 对于美国来说 特别是他现任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是一个商人 他做任何的决定 都是以利益来衡量 不论是和欧盟翻脸 和中国重新签署贸易协定 和加拿大墨西哥重新签署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都是以美国的最大利益为根本 那么你说他现在又不缺石油 他如果跟伊朗开战 图的是啥 图的是啥 他伊朗打美国12颗导弹 美国按理说 要回伊朗1200颗导弹 但这1200颗导弹打过去 能打出个什么东西 是能打出1200亿美金吗 还是能打出再一个改变伊朗 变成一个清美状态的国家 都不会 所以任何一个有常识的总统 都不会在今年就是美国大选之年 让美国陷入一场新的战争 傻子都不会这么做 所以除非有 这个我们叫做非常正义凛然的 比如说再一个发生了 类似于911这样的事件 让美国不得不参与 否则他会尽可能的避免 参与到新的战争中 但是不论美国与伊朗 今年打不打 在我看来 今年黄金的价格和石油的价格 那是涨定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 你的话怎么说的那么肯定 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吗 对 我就有这么大的把握 今年 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月 我在这儿就是判断 全年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 将会比去年的平均价格 要继续上涨 无非就是速度快慢而已 让我们用后面11个月的时间 来验证一下 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第二个话题 我们来讲一讲现实和理想的差别 这个大家可能对于金融行业的了解 还停留在电视剧和电影上 这个穿着这个西装 在电脑前面 动动指头点点鼠标 就可以赚个几百万几千万 这个是电视剧 我也想这样做呀 对不对 那么其实最近我也在追一部电视剧 很难得我一般不追电视剧 这个因为我觉得都是肥皂泡 我追的这部电视剧呢 叫做精英律师 最近火得一塌糊涂 为啥追他呢 主要是觉得呢 我觉得这里面这个男女主角啊 装的那是相当出色 怎么说呢 每天早上起来 梳个大杯头 对不对 穿上西装三件套 还必须是高级西装 坐着高级的汽车 漂亮的女秘书递上一杯咖啡 迎着北京的夜色 谈着几千万的生意 应该说 这就是咱们大部分人心中的梦想 但是实际上 据我所知 中国绝大部分的律师 不论你是大牌的还是小牌的 都是非常辛苦的 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 办公室也绝不是那么金币辉煌 或者说能够俯视天天 有空没空 端着一杯手磨咖啡 看一下北京夜色 那个是电视 而真正的律师事务所里面 大家都忙的是焦头烂额 很有可能你穿的西装 也是皱了巴基 你早上也没有刮过胡子 但是你为了客户 你还得奔波出去 跑到内蒙古 跑到沙漠中去静调 所以说很多时候 这个电视剧和生活 它的差距是很大的 那有的时候我也在想 虽然咱们不是法律行业 那怎么我们怎么说 也是属于高大上之中的金融行业 对不对 我也就得买一个三套西装 天天换着穿 我也得去找一个 我们的美女秘书 小秘书 能行吗 能给公司带来发展吗 能给自己的职业带来发展吗 那不行 虽然说 我们说电视剧是我们的梦想 但是很多时候 梦想和现实是有着巨大差别 咱们都想一夜暴富 对不对 也想每天每个月 能够赚了几百万几千万 但是真正的现实是 即便是巴菲特 每年的回报率 也是控制在30%以内 你要跟我说 我今天一万块钱 明年想赚到一百万 可能吗 我劝你直接去赌场吧 所以说 回到现实中来 我们的投资回报 也不能像电视剧那样 那么高大上 穿着西装 看着夜色 端着咖啡 轻松赚个几千万 这是不可能的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知道 虽然说 我们在过去几年 给大家的判断 大体来说 是比较正确 或者说正确的是 多余了失败 但这是建立在 我们每天早上 六点半起床 七点半 给大家写第一份稿子 每天花很多时间 在分析市场和产品上 这一些 其实都是我们看不见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 这个电视电影作品 和现实 有着巨大的差别 我想说的是 我们对于投资 对于回报 对于我们追求梦想 还是需要以现实的角度 来出发 不能说因为电视剧上 人家演的就是这样 我要生活中 也跟他一样 所以说 正确的摆清 我们现在的现实 我们无法改变这个社会 只能适应这个社会 投资回报率 永远不可能像电视一样 一天赚几百万 赚几千万 说白了 它是一个枯燥 而重复的工作 也许每年10% 15%的回报 其实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你能够稳定持续的话 好了 今天以上这两则小故事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感谢您对我们过去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随时联系我们 电话是03-8658-0602 和03-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